耶稣 这个系列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叫做 在爱中转化之际 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两个礼拜 我们谈到耶稣是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 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谈到 圣经讲的爱是一种诚实的爱 这样子的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那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谈一谈 那这样子的爱 我们怎么样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神又怎么样来真实的祝福这个世界呢 我们刚刚读的主题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是耶稣教导我们最主要的祷告词 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很多基督徒 很多属神的儿女 都会背这一个主祷文 但是我今天 对不起 我今天特别要聚焦的 在这个主祷文里面的几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在主祷文当中 当然有人问说 请问主祷文是主要的祷告文 还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 请你跟旁边说都一样 跟他讲一下好吗 就是很重要的祷告文就对了 所以很多人用这个祷告文来做祷告 我想这是耶稣的意思 那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 注意祂优先关切的是整体性的 国度性的或者是全地性的 你看祂的祷告先是敬拜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接下来为什么事情祷告呢 耶稣教导我们要优先关心 神国度的降临 还有神的旨意能够遍行在全地 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 换句话说 神要我们优先关切这件事 并不是说神不关切我们个人的需要 不 耶稣接下来的教导就是说 也要为个人的需要祷告 例如为你自己的日用的饮食 那这个耶稣教导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也用也为我们的关系祷告 让我们可以彼此赦免 我们可以彼此接纳 也为我们不要遇到难处 遇到试探 遇到灾祸 凶恶来祷告 所以耶稣也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困难需要 我们也都可以在祷告里面来跟神求 但是注意最后呢 祂再一次回到国度性 甚至永恒性的关怀来做结束 我要讲的重点是显见 耶稣要每一位门徒都胸怀 普世跟国度 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 你要先想到神的国跟神的旨意 结束的时候 也要为神国度的荣耀 到永永远远来祷告 那中间当然你可以为个人的需要 还有个人的各方面的状况来带导 那么我要讲的就是 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内容 那也是耶稣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生命关怀的内容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或属神的儿女 关切的大部分都聚焦在自己的身上 我有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生活呢 我有没有我的关系现在问题怎么样呢 我现在遇到这个试探 遇到这个困难 遇到这个灾难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神不是不关切我们 神当然关切我们 圣经也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祂在一切的苦难当中 要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圣经上有诸多这样子的应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 最重要是在我们生命的 最主要的关怀的核心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在自己身上 而是一开始要关心神的国度 神的旨意 关心整个世界的需要 或者关切神所关切的 换句话说 神要我们胸怀普世跟国度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可以像耶稣的心一样 像耶稣所教导我们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我们做一个教会 做一个上帝的儿女 我们如何可以关怀普世 我们可以如何怎么样来 让神的国度或神的旨意 临到这个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 神要借着教会来成就这样的事情 首先我要提的是 教会从基督领受了爱跟权柄 目的就是要来祝福整个世界 我们已经从神领受了神的爱 还有神给我们的权柄 这个目的是要来祝福整个世界 我特别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这件事情 讲到神对我们的爱 还有在这个爱当中 同时带给我们的权柄 我认为有一处的圣经节 把这两件事情 同时描述的非常的完整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 来 上帝有丰盛的怜悯 他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 我们的灵性在唯命的罪中 死了的时候 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 是他的恩典救了你们的 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 跟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在天上掌权 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 他极大的恩典 就是他从基督耶稣 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慈爱 这一段圣经节到底在描述什么 我认为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讲到神对我们的爱 第二个他讲到神向我们所显示的 一个极大的一个产业或恩典 或者权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前面 支柱经文告诉我们 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当中 或我们还在罪中死的时候 就向我们显明了 神不是等你悔改的才爱你 神不是等你圣洁的时候才爱你 不 神在我们还在罪中打滚的时候 神就爱我们了 我相信今天在座许多人 不管在现场分堂点 你来教会之前 也许你也曾经嘲讽过圣经 也嘲讽过耶稣 你甚至也做过一些事情是 是攻击信仰跟攻击圣经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 你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其实你还在攻击神的时候 神已经爱你了 圣经说神的爱就在这地方向我们显明 在我们还在罪中 在我们还没有想到任何要悔改 要回转或我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神就已经爱我们了 你说何以见得 因为神在那时候就猜耶稣基督 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 神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神就已经为你而死 而且为你预备一条救赎的道路 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那这样子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祂完全的同理接纳还有爱我们 上个礼拜我提到 真诚的爱 真实的爱 是完全的接纳跟同理的 但是祂不是停在接纳跟同理而已 祂也带出真理 祂带出生命的改变 所以这个爱激励我们回转转向神 而神也很乐意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 然后把我们带入跟祂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始有力量 过一个圣洁还有蒙福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一些事情 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 我们知道这样子做伤害自己 也对我们周遭的人没有好处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无法克制的去做那些 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 圣经说这就是一种罪的力量 一种罪的诠释 唯有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之后 我们才开始有能力 开始有力量 可以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当你开始调整之后 你就蒙福了 神就把你带入祂所喜悦的生命的状态里面 这就是这一段话所要描述我们 这一切都从神的爱开始 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神还有进一步的事情要做 对神来说这种爱是一种冒险的爱 神爱你不一定得到很好的回馈 神爱你可能只是 结果被你弃绝或是被你利用 但是虽然如此神还是冒这个险 神还是愿意爱我们 所以这是神出于自愿的在真理当中 很诚实的对我们的爱 那这样子真实的爱 不仅跟我们恢复关系 享受关系 还要赐下力量 是我们的生命改变 最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甚至像神自己一样 甚至最后能够跟祂一同掌权 所以你看刚刚的圣经节说 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在天上掌权 这句话很有奥秘 讲到掌权我们会想到 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这样子说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段圣经节我们常常用 那耶稣给门徒们一个大使命的时候 那时候现场是11个人 我常说这件事情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 万民就是所有的人类 不是只有犹太人 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 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说 这只有11个人 他们何德何能 可以去使万民做神的 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因为前面耶稣说的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我要稍微停在这地方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现场这11个门徒 他们领受了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的目的是要去祝福万族 祝福所有的人类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已经得着权柄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身上了 你们如果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最后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所以当门徒们 他开始真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开始去教导很多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 果然你看使徒行传 初代教会 教会大大的影响跟爆发开来 使徒们几乎行了耶稣所行所有的神迹 几乎复制了耶稣在地上一切的作为 所以福音不仅留在耶路撒冷 再从耶路撒冷爆发开来到欧洲大陆 保罗带着上帝给他的权柄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权柄 到处建立教会 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初代教会 在公元零年 公元三十多年到公元三百年之间 福音遍传整个欧洲大陆 那这就是神给教会的权柄 给门徒们的权柄 这个权柄后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 前面的经文也再次的重述 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在天上掌权 有些人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应该是等有一天我死以我复活之后 我死了复活之后 我会在天上与主一同掌权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指你知道你在受洗的时候 施洗的人会说 我奉主的名为祢施洗 使祢与主同死同埋葬 然后怎样 同复活 当祂宣告同复活 所以把祢从水里面拉上来 事实上施洗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 代表的寓意 就是祢跟基督同死同埋葬 然后同复活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同时 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在天上掌权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当你受洗之后 你的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上帝的女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就是公主 你就是王子 天上的这一位神成为你天上的父亲 孩子跟父亲请求任何的事情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跟主在天上一同掌权 因为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祷告的权柄 你就可以跟神同工 当遇到一些事情 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你生命当中有一些期待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阿爸 父啊 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这样 这样 那个人我希望怎样 怎样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跟神请求 然后神说 我也很认同 这样子很好 就这样子做吧 然后神就成就那件事 成就那件事情 神借着祷告 使祂跟我们可以一起同工 这就是一起掌权很重要的意义之一 因为神同管万有 祂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使我们可以跟祂一起掌权 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奥秘质的论述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 我们被赋予权柄 我们可以与神一同坐在天上掌权 还有耶稣刚刚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在我手上了 当你们去遵行大使命的时候 这个权柄就在你们身上 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都会给你们这个权柄 好 我要停在这里 如果你对一个权力架构 有一些概念的时候 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权柄跟责任通常就是相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铜板的两面 例如当一个幼儿 他可能犯错一件事情 甚至做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但是一个孩子当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他不能够负法律的责任的时候 他就没有行责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充足的人权 因为他还在被看管跟照顾的时间里面 也因为这样他没有自己行为的权利 也相对他就没有责任 所以权责是相符的 你同意吗 这是正确的 如果用这个原则 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中了 当你们去执行大使命的时候 这个权柄就会交在你手里 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坐在天上掌权 请问这个权柄大不大 这个权柄大不大 这个权柄开玩笑 这个权柄几乎跟神同等 跟神一样大 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 牧师因为神给我这么大的权柄 就是要解决我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 免我的债 如同我免的人的债 还有不要让我遇见凶恶 遇到这样的试探 这么大的权柄就是要帮助我 解决我许多困难跟问题 妈 是吗 这个叫做牛刀 小事 当然神很关心你 神爱你 神愿意帮助你 这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神为什么给我们天上地下的权柄 神为什么邀请我们跟祂一起坐在天上一同掌权 答案很简单 因为神要我们改变这个世界 神要我们祝福这个世界 我再次说 权柄跟责任是相对的 当耶稣跟门徒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 耶稣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 所以你们要去 当你们勇敢的去执行大使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也会经历我的能力 我的同在 神迹其事随着你 一切你所需要的都供应到满足 你会看见我与你同在 你知道如果这样来了解 我们今天被赋予这么大的权柄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是只有解决我们个人生命的需要 不是只有满足我们一些的困难的答案而已 我再次说神觉得愿意 只是我很遗憾的发现 很多上帝的儿女很多的基督徒 他所思所想通通是自己的问题 今天在现场还有在分堂点 我知道你跟我生命 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有很多的十字架要承担 很多人在我们当中 可能你的身体遇到很严重的疾病 你都很担心自己的身体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 你的婚姻面临崩溃的边缘 你已经快要离婚了 你在关系里面遇到很大的挑战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 你在财务上面快要破产了 你面临很大的压力 有些人可能你有遇到一些 没有办法告诉人 你的困难跟你的问题的 你很孤单的处境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在这种处境里面 是 神绝对关切 神也帮助我们 陪伴我们 但是我今天要鼓励你 主导文的一开始跟结束 神没有让我们把所有的亲力 全部聚焦在我们个人的需要 神要我们优先为神的国度 最后也为神的国度来祷告 同样的当你的生命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请问你曾经关切神的国吗 你关切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 如何行在天上吗 你关切神的国度如何 世世代代永远 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吗 我必须承认我过去也不是那么的关切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需要 我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 耶稣不断的教导我们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先这么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要鼓励大家的是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庞大的权柄 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生命的需要 而是神要我们祝福跟改变这个世界 神已经爱我们了 又在这个爱里面 神也托付我们很大的权柄 让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 这是在第二个我要提到的 教会承计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 这个福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为了要祝福这个世界 我刚刚说第一个 神在爱里面恢复了跟我们的关系 而且把这个关系帮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赐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好 这个权柄大 所以我们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应许 是在圣经里面 这跟历史有关 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 今天赐给教会的 为了要祝福这个世界 在旌旗教会讲亚伯拉罕的福 是来讲到头脑都会被洗脑洗掉了 但是这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 一个真理要听一百遍都不会过分 那亚伯拉罕上帝很祝福他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怎么样 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怎样 如果有一天我早上醒来 突然一个天使出现在我面前 或者耶稣出现在我面前跟我说 肖翔修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然后我说 迷茫的 再睡好了 我觉得这个这次应该是做梦的 再再睡一下 我绝对不会相信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我也很希望这个世界和平 每次生日祝福的时候 不是世界和平吗 三个愿望之一 我也很希望这世界和平 可是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 我一个人能够干吗 但是你要知道 神曾经跟一个人说 世界上的万国万族 都要因你蒙受祝福 当然你会说 那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距离今天五六千年前以前的人 亚伯拉罕跟上帝是有特殊特殊特殊 特殊特殊的关系 那感谢赞美主亚伯拉罕很好 但是偶是偶 他是他 如果你这样想 你就彻底错了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 来 基督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使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 获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责 这一段圣经是在新约里面 我认为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 一个最震撼人心的一个应许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外邦人 外国人 不是犹太人 不是亚伯拉罕 血肉的后裔 血清的后裔的这些外国人 当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就获得了上帝一个重大的应许 那个应许是什么 上帝怎么样祝福亚伯拉罕的福责 上帝把这个福责放在 那一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 换句话说 那一天早上我起来 神说 肖翔秀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蒙福 阿们 阿们 天荒夜谭 你这开玩笑 你这自我感觉太良好 如果我自己 当然不可能 可是这是神的应许 你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 地上万国都要因祂得福 而且这个祝福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 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经验 当我们信主来到教会之后 第一个我们生命蒙福 我们开始改变 过去有很多的信念价值观 很多的看法 我们开始改变 因为这样的改变 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 我们对人的态度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 发现神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开始经历神 刚开始也许是有一点一滴 慢慢慢慢的 我们发现别人可以感觉我们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是你的家族当中 唯一一个来到这个教会 来到教会的人 也许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人家问说 今天早上去哪里 去收购观光 去收购干嘛那么早 这什么原因 你要有很多的理由 你不好意思跟家人说你去教会 但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能是第一个在你家族当中 在你的同事当中 第一个坐在教会 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之后 甚至五年十年之后 你的全家族将因你得福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这样子 亚伯拉罕的福 就是一个像涟漪一般的祝福 从你身上扩散出去 这在我的家族最清楚 我做过这个见证 我父亲是在他那个时代 日据时代的晚期 国民政府的初期 在整个他的村庄家族里面 唯一信耶稣的人 连我母亲都很难接受 在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家族还有他的后代子孙 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人认识得住 这种祝福不单单只是认识 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已 更重要是在我们生命的改变 这种祝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那这种祝福是一种应许 祂会从你生命当中扩散开来 一层又一层 很多人你会经历一开始 你领受上帝很多的祝福 你就开始兴盛起来 而且你开始祝福你的家庭 你也开始祝福你的朋友 有时候甚至你的老板都蒙受祝福 然后进一步的遇见你的人 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听到你为他们祝福祷告 上帝的能力跟恩典 也会临到他们身上 有一天你会发现 连外国人 其他的民族的人 也会因你蒙受祝福 旌旗教会建立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件事情 本来旌旗教会只有在台中 1995年的时候我们只有在台中 1999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试着开拓教会 把这个祝福分散出去 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很喜欢这一张图 我们教会沿着高铁建立教会 这是真的按照次序的 每次看到这图我自己都心里很爽 你看到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时间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陆续的看见 台湾许多的旌旗教会 陆续的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里 亚伯拉罕的福会继续扩张 有一天会变成这样子 阿们吗 你自己想在哪里建立教会 拿个飞镖射射看 射到了 你就去那地方 神给我们的亚伯拉罕的祝福 也不单单只是把福音拓展开来而已 我们也关心很多的弱势跟需要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见证 是在杀戮分点所发生的一个见证 慕风用爱点燃许多的希望 让很多的弱势家庭得到帮助 今年慕风这是上个月的 这一个学期的结业式 我们大概目前有三百多个孩子 在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服务 这些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 最需要的家庭 我们都很严格的筛选 因为我们要把资源放在 最有需要的孩子身上 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服务的 事实上我最近才跟童工分享 我们的崇祯区牧 现在是慕风的执行长 那前一阵子我跟他讨论到 台湾东海岸偏乡的需要 他昨天才 前天才从台东回来 他们去了三四天 然后守护了当地 最后今天 他昨天跟我说 我们已经决定2019年开始 我们将会在台东地区偏乡 不是在都市 在偏乡的地方 开始做慕风关怀协会 你觉得好吗 实际上很大的需要 那我们看见这样子的祝福 也会临到在那些这个地土 这个岛屿上面最困难 最有需要的部落跟族群的当中 我相信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 我们也不单单只有在这里 我们还要往东南亚走 很多人去过柬埔寨在吴歌窟 我们在吴歌窟有教会 也有社会关怀的行动 在金边我们有小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将做越南 我们从2019年开始 我们越南会正式的启动 越南也有很多的需要 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神 在我们当中所带出来 亚伯拉罕的福的影响 这是我们在柬埔寨的教会 你可以看见我们在那边 我们的同工宣教师在那里 也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真的很感恩 也很感动 这些是神给我们权柄 给我们应许 一开始只是在台中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亚伯拉罕的福 从我们这边迅速的涟漪影响开来 你不要羡慕这件事情 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信靠耶稣基督 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人 这个应许都在你的身上 阿们吗 这不是一天两天 这是经过十几年 二十几年 旌旗教会到今天二十三年 我成为基督徒已经五十几年了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应许的里面 你的生命越往前走 你会看见那个涟漪扩散 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大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 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 特别要借着祂的教会 所以最后我要这么说 借着投入教会生活 我们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我要鼓励大家 借着投入教会生活 我们要来祝福这个世界 没有错 亚伯拉罕的福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神要鼓励你 透过神给你的权柄 还有应许来祝福这个世界 但是务实一点的来说 到底神怎么操作这件事 神怎么使用我来祝福这个世界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就是投入教会生活 借着教会生活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使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 上帝怎样执行祂奥秘的计划 以往的世代万物的创造主 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 目的是要在现今的世代 借着教会 使在天界执政的掌权的 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 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 神要执行祂的智慧 彰显祂的全能 神最主要的手段 或者最主要的工具 是借着教会 请你跟我说 借着教会 所以神要借着教会 来祝福跟改变这个世界 也因为这样子 你我要投入在教会的生活 透过教会这一个生活方式跟平台 我们的生命可以带来极大的祝福 我稍微停在这个地方 我要讲的是 今天有很多人轻看教会 他们认为教会 教会就是一些有空的人的club 那些心灵很需要的人 很痛苦的人才去教会 我们这种很健康 很健全的 事业很发达 各方面都很兴盛的人 我们不需要去教会 很多人把教会当作 弱势团体的一个俱乐部 圣经岂是这样子说 圣经说 告诉我们说 神一切的智慧 神一切旨意的彰显 神一切的作为 在新约时代 在耶稣基督来之后的时代 是唯有一个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借着教会 而教会是什么 很多人教会就是 你是教会 我也是教会 这是我特别写的一个 21世纪教会论的这本书 圣经谈到的教会 是一个有形实体的一群人生活 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在一起 不是你看Good TV 我每个礼拜也有看Good TV 我已经是教会了 我自己祷告敬拜神 我就是教会 从广义来说这样子没有错 但是圣经讲的教会的时候 它是指你尾声进入一个群体里面 跟一群弟兄姐妹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关系 彼此有一种属灵的责任 而且一起传福音 一起彼此建造 生命被改变 这样子的一种教会生活 才是圣经所说的 很高插 这样的生活很麻烦 我自己一个人好好的 基督徒很麻烦 教会很多伤害 看多了 是没有错 但是就是要这样子 你的生命才会改变 你才会格局被拉开 谁一个人一群人在一起 怎么会没有伤害 你的家庭难道都永远和乐 永远没有吵架吗 可是问题是家人吵完之后 是不是家人 吵完架你不是我弟弟 你不是我姐姐 会吗 谁叫我们生在同一个血缘 我们还是兄弟姐妹 虽然吵架 是 神给我们家庭 就是预表一个大的家庭 神要你在教会生活当中 学习相爱 爱容易吗 彼此相爱容易吗 我们都一个人都觉得 我爱世界 我很博爱 不用讲到那么神圣 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生活看看 跟你的小组员生活看看 我们就是需要在这里学习爱 我们的生命格局会被拉开 有时候我们会被误解 有时候我们爱别人 关心别人会反被捅好几刀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爱被提升了 我们的宽容被拉高了 我们宽恕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接纳 我们可以跟所有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形成团队 其实这就是神要锻炼我们的地方 神要我们增加我们爱的容量 跟格局的场域 当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 这样子来成长跟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会被修剪 其实我一路都认为 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我是一个慈美善慕的人 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我也都很信任人 直到建立教会之后 几乎没有一个同工没有跟我冲突过 从早期直到现在 我们很多时候看法不一样 意见不同 但是我很感恩的地方 神不断的修剪我 不断的提醒我 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要学习包容接纳 我知道这当中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但是我的重点就是 当我越发的认识神的话的时候 我知道神没有给我们别的途径 可以使我们来祝福这个世界 神给我们一个途径就是 投入教会生活当中 透过教会的平台 我们可以受装备 我们的恩赐被发展 我们的意向被成全 我们可以跟一群人合作 才可以完成改变这个世界 祝福这个世界的工作 不是我们单枪匹马可以做得到的 而这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 我们有很多的生命要成长 所以我要有一段论述这样说 神确实愿意借着我们个人 来祝福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身上带着亚伯拉罕的祝福 也是使万民得福的祝福 但是圣经说 神祝福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管道 却是借着教会 这才是神最核心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合一的时候 神运行在教会的力量 是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的 神给教会极大的权柄 所以耶稣曾经跟彼得说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 当我们个人个别的时候 也许我们也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毕竟力量有限 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基督的身体 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对这个世界带来更重大的祝福 我们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神的心意 这也是记载在圣经耶稣说的 所以记得我们刚刚的主导文 耶稣的教导我们的是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没有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在天上的父 祂不是用单数 祂是用父数 意思就是说 当上帝的基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 形成教会的时候 教会一起来跟神祈求的时候 那么神的国度要借着教会降临在这地上 神的旨意要借着教会降临在这个地上 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整体的时候 我们会带给这个世界更大的祝福 个人有时候非常孤单 非常有限 就让我想到在旧约时期 亚伯拉罕有一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 当神觉得 当神知道 所多玛跟恶摩拉的罪非常大的时候 神决定要毁灭所多玛跟恶摩拉 但是上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祂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 需要跟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谈一谈 因为圣经说 神把亚伯拉罕视为祂的朋友 所以上帝就向亚伯拉罕显现 跟他说我准备要把所多玛跟恶摩拉 把这两个罪恶深重的城市毁灭掉 亚伯拉罕一听很担忧 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就住在所多玛里面 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说 上帝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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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那他就跟上帝做一个提议 他说 上帝 如果在这个城市里面 虽然罪恶深重 可是这个城市里面如果有五十个艺人 有五十个好人 好不好 你就不要毁灭这个城市 因为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 这不是你一个公平慈爱上帝的本质 不是吗 很会讲 你知道吗 然后神就想一想 好 如果有五十个好人 有五十个艺人 那么我就不毁灭这个城市 亚伯拉罕说 这样子祷告有用 亚伯拉罕就说 那如果减短五个 四十五个呢 差这个五个有差吗 神说 好 如果有四十五个 我也不毁灭 亚伯拉罕说 这样子 那如果四十个呢 神说 四十个我也不毁灭好了 那三十个呢 好 三十个我也不毁灭 二十个呢 好了 二十个我也不毁灭 亚伯拉罕说 请求上帝允许我斗胆 如果十个呢 能不能如果有十个好人 在这个城市 你不要毁灭这个城好吗 最后神跟他说 我答应你 如果有十个艺人 公义正直的人在这个城市 我就不毁灭他 历史告诉我们 神有没有毁灭所多玛跟恶摩拉 神毁灭了 换句话说 在这个城市里面 连十个好人都没有 但是毁灭之前 神拆天使 把罗德一家救出来 包括罗德他们夫妻跟两个女儿 所以这个城市只有四个艺人 神把他救出来 有时候这个事件让我很多的反思 我有时候想一个问题 到底所多玛恶摩拉被上帝毁灭 是因为他们罪恶多端呢 还是好人太少 或者有好人 可是好人在这里面 没有发挥影响力 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知道这个事件前因后果 当然罪恶很多 这是事实 但是恐怕最后导致这两个城 没有办法被救赎 没有办法免除这些的灾难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好人 艺人 或者艺人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如果从另外一处圣经在描述 罗德他住在索多玛里面 圣经记载罗德他是一个艺人 是一个好人 他看见这个城市里面那么多的罪恶 圣经说他的心忧伤 他想到这么多罪这么多的问题 社会问题 城市的问题 他心里非常的忧伤 可是我们没有看见他因为忧伤 有任何的行动 有发挥任何的影响力 产生任何的改变 没有 他只是内心感到忧伤 今天你每天放开报纸看网路的时候 你看见台湾许多的乱象 你看到很多的问题 请问你有什么反应 我心里忧伤 忧伤又怎样呢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忧伤吧 没有 圣经跟我们说你要做光 要怎样 要做盐 你要起来发挥你的影响力 你要起来表明你的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立场 如果我们没有声音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像罗德一样 虽然我们不认同 但是我们只是忧伤 我们救不了我们的城市跟国家 有时候我想一想我觉得 那这一切到底责任在谁身上 我常常觉得 今天台湾如果有什么问题 违背神的心意 做出很多的罪恶的时候 我认为审判不是先临到那一些 不认识神的人 审判是先临到神的家中 圣经上有说 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了解神的真理 他们不了解神祝福的法则 但是作为教会 神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 如果我们闭口不言 我们不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不做光作严 最后审判事先临到在我们身上 很多人觉得说我自己做好就好 其他的人我管不了 那我也没办法 他们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神没有给我们这么一个消极的态度 神要我们去影响他 劝勉他 告诉他什么样才是对的生活方式 告诉他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道路 可是他不喜欢我讲 不喜欢你讲你就不讲吗 你如果看耶稣 他所到的地方带来很多的挑战 我们常觉得耶稣温文儒雅 对不对 这个要平安 要医治 神的爱拥抱 这样 可是你知道耶稣进到圣殿里面 把那些买卖的东西踹开 你了解吗 翻开那个卖兑换银钱的 而且耶稣做两次 请你跟他们说耶稣做两次 如果第一次是情绪刚好冲动 刚好那天没吃早餐情绪不好 不是 耶稣不会这样子 耶稣连续做两次 你不要觉得耶稣好像一个温柔的绵羊 耶稣有时候像狮子一样 祂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地上的身体 我们也要表达适当的声音 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社会 有难或是有罪恶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那没办法 我感到忧心 就这样子吧 让他们去吧 那有什么办法呢 谁叫他们要这样子呢 不 你活在这个大的团体结构的里面 我们对他们有责任 你知道保罗被抓的时候 有一个军官看见保罗引起很大的动乱 所以叫人家把保罗抓起来 而且抓起来之后 立刻跟他的士兵说 把这个造成动乱的人先打一顿再说 边抽一顿再说 当那些士兵把保罗的衣服拉开 要准备编刑他的时候 保罗说一句话 他说一个罗马公民还没有受审判之前 就先定罪这是合理的吗 那个军官听了吓一跳说 什么 你是罗马公民 他说我正是 我出生就是 因为保罗是出生在大树 那是在希腊的地方 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 他是出生就是一个罗马公民 这个军官吓一跳 这个军官说我花了很多钱 才买到罗马公民权 保罗跟他说我生来就是 那个军官立刻不敢打他 然后立刻优待他 因为他是罗马公民 他可以控告这个军官 保罗只不过用他公民 所赋予他的基本的权利 为自己保障他的权益 阿们吗 今天晚上有一场很重要的足球 有没有人关切这件事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是什么赛你知道吗 是决赛你知道哪两个国家打吗 法国跟谁你知道吗 比利时 克罗埃西亚 你听过什么叫克罗埃西亚吗 听都没听过 没有 求主怜悯 不是 这是克罗埃西亚 所以你知道当克罗埃西亚 他打到前四强的时候 我说克罗埃西亚是什么 我就去查搜索 去查那个维基百科 我一查 我觉得 这个国家真的令我还蛮佩服的 它是在意大利那个靴子的旁边 的一个国家 是在后来这个苏联解体之后才慢慢 东欧解体之后才慢慢恢复的一个国家 才四百多万人口 他们竟然可以打入决赛里面 我觉得真的令人惊讶 当我在查他的维基百科的时候 我很惊讶的发现这个国家 有一件事很特别 在他的资料里面特别显示 这个国家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用公投把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入线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宪法 讲到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所以这个国家 正把它定到宪法的高度 那他们允许同性的民事结合 所以他们有一个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法 但是关于婚姻 他们入线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2013年他们做出公投的决定 我打从心底佩服这个国家 这在欧洲整个自由主力 这么盛行的一个地区 他们竟然勇敢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且是用公投的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一个世界潮流 20世纪的30年代 40年代在欧洲 大家也以为纳税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世界潮流无法抵挡 但是当一个世界的潮流跟思维 不符合神的真理的时候 它会兴起一段 最后会衰退下去 可是这个兴起又衰退之间 已经伤害了多少人命 纳税主义至少死掉数以千万计的人类 自由主义 性解放主义 同运杀死的婴孩 绝对数以异计 还没有结束 人类要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够发现原来这是错的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索多玛恶摩拉 那个时候已经是性解放最严重的时候 你说何以见得 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 要去救罗德他们全家的天使 一去到他们这个城的时候 所有的城都轰动起来 他们没有看过这么标致 这么帅的男人 所以他们跟罗德要求 让这两个男人出来 让他们任意妄为 罗德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他们是我的客人 我还有一个两个女儿 他们是处女 我给她给你们随便你们对待她 可是我这两个朋友 你绝对不能伤害她 众人说不可以 一定要把那两个男人出来 给他们 让他们玩 当然天使有能力 让他们都没有办法靠近他们 然后连夜天使带着罗德全家 逃离索多玛 罗马帝国之所以毁灭 也是性解放 让一个强大的帝国 家庭瓦解 婚姻瓦解 性混乱 整个国家崩裂瓦解 没有什么新鲜事 所罗门说在世界上太阳之下 没有新鲜事 我们不要被一个潮流 就以为这就是潮流 哪里有潮流 这只不过一个浪潮 可是人类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我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 所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来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这个世界太多的思潮 太多的信念价值观的冲击 如果你没有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 你就随坡逐流 你一定的 因为你抵挡不了这么大的洪流 为什么需要教会 投入教会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才能够头脑清楚 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然都是污染 当然这污染有属灵的 也有物质的污染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神的道 圣经上的道的概念是 神的道如果你遵行你就蒙福 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说 你知道早期还没有铁轨或铁路当发 火车刚发展的时候 当出来的时候 很多城市跟城镇 都很希望火车轨道 能够开到它的乡镇来 为什么 因为火车轨道能够拉到它的乡镇 就表示火车就会来 火车会来 就是人潮就会来 商业就会来 所以城市城镇就会繁荣新生 阿们吗 所以他们很希望火车轨道 赶快铺设过来 今天高速公路 今天很多的机场 只要在哪里有国际机场 在哪里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那地方就繁荣新生起来 同样的道理 我要讲什么 当神的道进入你生命哪一个领域 好像火车轨道铺好的时候 圣灵的祝福就带入那里面去 你把神的道运用在你的经济上 你的经济就蒙福 你把神的道用在你的婚姻家庭上 你的婚姻家庭就蒙福 你什么时候把神的道 铺设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领域 那个领域就繁荣新盛 阿们吗 这就是一个熟练的法则 所以你要在真道上建造自己 所以在教会 为什么要投入教会 投入教会 教会可以装备你 各样子的真理 所以我们最近在开始 报一万一兔一山 成长班 门徒班 领袖班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学习圈的课程 我们鼓励大家在真理上面 要建造你自己 当你知道真理之后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不是知道就好 要遵行神的话语 当你遵行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的拉扯 因为跟你原来的习惯是不符合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舍己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 来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如果要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的真道 那么你就要舍己 因为有些时候 圣经讲的道理 你觉得哎呀 操作起来很难 圣经说要饶恕人 那个人伤害我很深 我怎么饶恕他 圣经说你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的 上千下流连窑带岸 施比受更为有福 哪里施就少掉少掉了 哪里受比较好 我喜欢受 那你这个跟你原来的生活习惯 很不一样 价值观很不一样 你要遵行神的道 要跟随耶稣 你就要舍己 你要放下自己原来的安全感 对金钱的依赖 对自己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你要愿意放下来 这些都不容易 可是这些是舍己 当你愿意舍己 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你就蒙受祝福 这有时候好像死掉一般的不舒服 所以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当你知道神的道这样说 你要舍己好像死掉一样 可是你如果愿意死 你的生命就开始祝福别人 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已经被邀请 要起来当小组长 可是对你来讲 这没有习惯 不习惯 我不是一个领袖 我不是在一个 适合跟大家讲话 我不习惯 我不是这种人 可是如果你知道 这时候是神把你带领到这个地步 你愿意舍己 你愿意好像牺牲你自己 花出你的时间 拨出你的爱心 愿意去关怀牧养 传福音 有时候对你来讲很难 很不习惯 但是这是一种死 你的祝福 亚伯拉的福 就从你生命当中散播开来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可能需要去为你的同事祷告 他最近家庭遇到很大的困难 可是你一直不敢 他会拒绝我 他会不好意思 可是神一直吹出你 勇敢的去为他来祷告 有时候像死一般 你不习惯 你不会做 没有做过 可是你要勇敢的去做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一点一滴的 神的祝福就从你身上爆发开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牧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每个礼拜天 站在讲台上讲道 如果我小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我早一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从小是非常害羞的 我很害怕上台公开讲话 乱讲 你天生就是如此 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做的还可以 是因为神的恩赐在我身上 不是我的本质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但是当我愿意去顺服 好像死掉我自己的时候 祝福就从这地方出来 阿们吗 很多人的生命就可以因你蒙福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好不好 投入教会 接受教会真理的装备 也愿意舍己的来顺服神的真理 那么透过教会这个平台 你就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最后我要这样子说 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旌旗教会选择舍己来跟随基督 其实旌旗教会做很多的决策 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种伤害 但是我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 我们只好这样子做 例如神要我们给出50%的经常费 来支持神国度的拓展 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只知道有很少数的教会 真的这样子做 像我们 你知道给出50%的经常费 是比重很高的 所以你也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可以开拓教会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做很多的工作 是因为你每奉献十块钱 就有五块钱没有用在这个地方 没有用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我们用在别的地方 阿们吗 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 很辛苦 对 但是就是我们愿意这样设计 还有神要我们拆派出许多的领袖 就去世界各地子堂跟宣教 你知道培养一个领袖容易吗 容易吗 我认为说这个人当牧师 这个人当驱慕 这样子就可以吗 是经过许多年的熬练 媳妇熬成婆 就这样熬 熬 熬 熬到小组长 熬到驱长 熬到驱途 熬到驱慕 当牧师的出去 我好不容易长出一只强壮的手 神说这只手断掉 让它出去 因为它要成立一个刚强的教会 在另外一个城市地区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在旌旗教会历史比较久了 你就知道 现在所有的牧师 只有我跟金梅姐留在这里 所有的牧师都出去了 我们在外面有非常多的区牧 他们都是从这里起来出去的 对我来讲是断手断脚 可是神跟我们说 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 先知跟我们说 你猜出一个领袖 神就给你五个领袖 一比五 果然神是真实的 我们教会才几百人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一直猜 一两千人的时候就这样一直猜 现在已经五六千人了 阿们吗 越断 手越多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法则 神就是要我们舍己 这样子去给予 我们愿意顺服基督 让自己的生命被神扩张 借着舍己 让这个世界因教会蒙福 所以邀请你一起投入教会生活 来祝福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 父神 我奉祢的名 宣告祢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祢让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 也谢谢祢 祢应许我们 祢要借着教会来祝福这个世界 主 我求祢恩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开启我们的眼睛 拉高我们的格局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注意自己的困难跟需要 让我们更多为祢的国度来祷告 让我们更多的愿意发挥光跟盐的影响力 来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这个世界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我相信神要用一些话 来鼓励我们当中一些人 特别我们当中许多的人 我觉得神今天要再次的 来到你面前 就单独向着你这个人说 神说我的孩子 我要使用你来祝福这个世界 也许你觉得你自己很微小 也许你觉得自己很不起眼 你也许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今天要跟你说 祂要拉大你思想的格局 祂要提升你生命的价值 祂要把你的眼光拉到祂的高度 神说祂要祝福你 因为亚伯拉罕的福要在你的身上 而且神要使用你来祝福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神再次的呼召你 投入教会生活 接受教会各样子的装备 在真道上面装备自己 而且愿意舍己的来服务众人 参与教会各样子的传福音 外展或者影响社会的行动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说我要使用你来祝福这个世界 第二种人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当中有人 你是你的关系王或你的家族当中 唯一一个目前来到教会的人 有时候你觉得很孤单 有时候你觉得很难跟人家解释 但是我今天要宣告 我相信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宣告 亚伯拉罕的福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的生命 也要透过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庭 还有祝福你的家族 也要祝福你的公司 祝福你一切的产业 上帝怎么祝福亚伯拉罕 但上帝今天一样要祝福你 也许你现在觉得孤单 也许你现在觉得很无助 但是神应许你亚伯拉罕的福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继续很勇敢的起来跟随神 因为不仅你自己蒙福 这世界将因你蒙福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 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还不太确定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你想到这世界有许多的问题 你也爱莫能助 因为你觉得我就是一个人而已 我能够做什么呢 但是今天神给你一个最宝贵的应许 如果你看到这世界上有一些的困难 有一些的问题 你心中有很多的触动 你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很想去改变它 那么我告诉你 不是靠你自己 但是靠着神与你的同在 神可以使用你来祝福这个世界 也许你要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接受跟信靠耶稣基督 从这里开始 神要一步一步的把你带入 你的命定跟你的上帝的旨意里面 所以我邀请你可以跟我来 一起来做下面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带领我的人生 活在你最美好的旨意中 我在你最美好的旨意中 让我可以领受你的爱 领受亚伯拉罕的福 我也要祝福这个世界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您刚刚跟我做这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我鼓励你继续来教教会 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吧 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用这首歌来欢迎今天的信息 许可惊2.に recruiter wal物 所谓的音量 明镜問題 自主靖的歌迹 社会对受互于你的实导 よる所谓的福以及 多所谓的孩子 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宣告 是的愿祢的国降临 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借着教会 也借着每一位爱祢的儿女们 我宣告这样的祝福恩高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他还看你变得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